仅仅一周啊 一周的时间就有这么多的 各色各样的 不同特性的这样的英语教学的这个GPT 太有意思了 你好 我是王书役老师 今天我们来聊聊GPTS浪潮袭来 我都发现了哪些有趣的应用 那个GPTS浪潮 这两天想必大家都感受到了 就是这一次这个OpenAI 它的开发者大会啊 这个举行之后 那么大家发现 原来现在制作一个GPT 就是我们说的定制化的这些小机器人 如此的简单 于是有很多很多人涌进了这一领域 我就来形象的描绘一下 做了个图 这个图呢 当然是用达理三 就是在GPT的环境之下 直接把它画出来的 你看一看啊 这个机器人弄潮儿 这个一帮人类 这个在岸边围观 看机器人在这披风斩浪 那么这个我自己也做了俩 一个呢 是这个帮助我 在我这个一部分的文章里头 进行一些这个查询 这个查询呢 相对来讲稍微粗糙一些 因为它没有办法定位到文章原本的这个链接 那么后来我又做了一个增强版 里面还加上了这个链接 然后也增加了我的一些知识星球啊 文章的这个内容 那么分别的写了两篇文章啊 对应的来介绍 你看有意思的是 现在在这个ChatGPT里面画图 我们能保持这个风格的一致性 你看这个两张图 对吧 这个哎 你看这个这个两个人啊 这个包括两个机器人啊 只是后面加了一个这个学位帽啊 我觉得挺有意思 那么今天呢 我们来给大家介绍啊 四个类别的GPTS 分别是学习啊 科研购物啊 最后一会儿再说 这个这个一会儿 我再把它这个披露出来啊 先说学习的 这个呢 它号称是可以帮助你学习任何知识 这个叫做Universal Primer 是这个一个网友啊 推荐给我 在他留言里告诉我 但是他这个名我不会念啊 这个你看见是这名就可以了 然后呢 如果你进入到这里 你就可以告诉他 你说给我介绍一下 ChatGPT的训练原理啊 然后马上他就开始给你这个答复 他把这里面包括神经网络的基础 然后大量数据如何来输入 自我学习过程 优化调整 然后细化特定任务的训练啊 基本上就是我们说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训练过程 那么这里最有意思的是 除了解答之外 他还有最后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 在我们继续深入之前 我想确认一下 您对神经网络和自然语言处理的了解程度啊 你对这些领域有多少了解 这将帮助我调整 接下来的解释 更好的适应您的知识水平 我看了这个 我觉得非常的惊讶啊 因为什么 这真的是他把一个学习者 真正当成一个他的知识服务的对象 这个非常好 因为你在那里滔滔不绝 人家可能是直接就走人了 对吧 所谓叫从入门到放弃嘛 但是他显然是要根据你的水平 给你合适的讲解方式 我觉得这个确实有点意思 然后我说 你就当我是个初学者好了 那下面就是他的回复 他说哦 好 作为初学者 我会尽量用简单的语言和类比来解释 先从神经网络自然语言处理的基础开始 哎 这里很有意思 你看类比 补音网 邮局 然后音量的旋钮 哎 这个非常的好玩啊 我觉得这个都很贴切 那么下面 他还给你进行这个 自然语言处理的基础 这里也会做类比 之后呢 是拆GPT的训练 每一步都有这个类比 哎 我觉得还真是挺有意思 嗯 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 现在发现的 可以用来学习东西的 GPTS的一个代表 哎 我觉得找到这个很开心 那么下面说说科研 科研呢 这个 这一部分 GPTS之丰富 真的是让我大吃一惊 我自己的形容是什么呢 仿佛刘姥姥进了大官员 你 我给你看一下啊 这是现在 部分 这只是部分啊 跟这个 学术研究科研相关的 GPTS 这里列了21个 各种各样的 他们的特性 在这里都分别的有介绍 哎 其中我看这第四个很有意思 他说呀 可以为你的研究论文 提供全面的审查 并提出改进建议 哎 我觉得这很好啊 对吧 写完一篇论文之后 如果你先让这个GPT 能够帮助你去改进它 那么至少可以帮你 扩展一下思路 所谓有则改之 无则假免 对吧 所以我觉得 那咱就来尝试一下 我打开这个之后啊 上传了一篇论文 就是我10月份发表的这一篇 AIGC时代的科研工作流 协同与AI赋能视角下的数字学术工具 应用及其未来 那么这篇文章上传上去之后 我就问他 我说帮我分析一下论文的文献回顾 有没有可以改进的地方 哎 他就开始在这去工作了 之后他说 你的文献回顾啊 可以从以下的几个方面进行改进 第一个 研究工具的多样性和协同能力的探讨 他说哎 目前的文献回顾 集中在单一或特定类型的科研工具 对比研究 哎 重点通常在于工具本身使用便利性 但这些工具之间 协同能力和互动性的探讨相对缺乏 建议在其中加入这种协同作用 和集成应用的讨论 哎 我觉得很有意思啊 这个后面我就不一一的给你来念了 但是我感觉 虽然不能说每一个啊 都是非常的让人能够眼前一亮 但是这里面确实能够引发一些你的思考 让你想一想哎 有没有可能在这个方向上改进一下我现在的文献回顾的写作 哎 这只是文献回顾部分啊 这里包括你的方法介绍 你汇报的这些数据 包括这个后面的讨论环节 都可以让他来帮助你做一个参谋 哎 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啊 那么下面咱也别光说这个正经事 咱们也说说这个好玩的购物 这里有一个应用 叫做剁手GPT啊 这个作者是不说话的白菜啊 这是我一朋友 那么这是他的这个头像啊 那么他做的这个剁手GPT 显然啊 很应景 前两天不是这个双十一吗 对吧 然后呢 这里他说 随手拍下来任何物品 可以自动识别 全网笔价 提供购买建议 哎 我说那我试试吧 这个但是你想我拿手机去拍 我不能拍手机啊 就要自己拍自己拍不到啊 哎 我干脆拍一下我的这个iPad mini啊 那么他就来开始哎 上传上去 然后开始识别 我给翻译成中文 你看一下啊 这里说上传了一张平板电脑的图片 没问题 看起来是iPad 没问题 哎 至于这些屏幕上的时间 这些无所谓啊 他说有Touch ID 哎 这才能看出来啊 这是某些iPad的型号特点 还有一支触控笔 通常适用于iPad Pro或者iPad Air型号 然后他后面说你想要我帮你做什么呢 我说呢 我想买同款 于是呢 他就开始给我搜索 哎 先去搜索 之后哎 又进入了一些专用的网站去搜索 哎 这里给了我一个详细的列表 但是我一看呢 不对 为什么不对呢 他找的是iPad Pro 因为他刚才说了嘛 Pro或者Air 但是他没有想到我那个实际上啊 它是一个mini 他没有能够把这个图像当中 这个笔和这个屏幕相对大小 他能够做出一个判断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哎 现在可以改进的地方 哎 但是 Pro也挺好嘛 对吧 我看一眼啊 后面他说 这里我给翻译过来啊 他说 为了获取最新的定价和优惠信息 建议您查询多个零售商 如果考虑购买这款商品 记住啊 这个Apple Pencil是另外需要购买的 他可以增强iPad Pro的功能 实现精确的绘画和书写 那么最新款的iPad Pro 然后这是一 我就不念了啊 念了成广告了啊 然后他就问了我说 你还需要什么其他方面的帮助 怎么怎么样 我现在就看看他给我提供这些链接 确实在这里 他提供了不同的零售商 这是官网 这是这个best buy 然后呢 还有就是亚马逊 那么我点开这个链接 直接看一看是不是能够给我带到一个真正的购物的网址 你点开确实可以进入亚马逊 我说这很好对吧 虽然我觉得还是有可改进之处 例如说你明明看到了他的这样的一个比例 应该知道他是一个mini 那么把这个识别对了就更好了 下面一个更有意思 你说是不是你看好了某一个商品 你就能买了呢 如果你是个单身贵族的话 我觉得这个还行 但是呢 这个有的时候在家里 你需要说明购物的理由 原因是呢 这个财政大权不在你手里 这个 那么在这种时候 也有GPT的作者想到了这一层 例如说他做了一个叫做不想上楼 我的现在没明白 他这个和他的这个GPT的主旨有什么关系 但是他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他有一个介绍 他说这个一个中年男人 跟我差不多对吧 然后呢是这个是这个想要啊把这个购物的理由啊给他的这个夫人来进行讲解 然后这个这是他做的一个东西 我说那好吧来试一试啊 提问 为什么我们家需要一台12.9寸的iPad Pro加上一支Apple Pencil二代触控笔啊 这是我的问题他这样来答他直接把这个词告诉我啊他说老婆想跟你聊聊买个12.9寸iPad Pro和二代Apple Pencil的事啊 这个组合对我们全家都很有用 比如说你喜欢看视频做美食 iPad的大屏幕看起来更舒服 做菜时跟着视频学也方便 对孩子来说 用Apple Pencil可以在上面练习画画 甚至做作业 对提高他们的创造力和学习兴趣都很有帮助啊 不拉不拉啊 最后虽然价格不便宜 话得说清楚对吧 但是它的实用性和长远价值考虑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 我看完我就乐了啊 如果你再贪心一点 我再来问一个问题啊 我说为什么我们家需要一台高配的M3 Max啊MacBook Pro 然后下面是他的这个答复啊 还是这个老婆你看现在我们用的电脑有点慢了 有的时候处理这些文件和照片都卡顿啊 M3 Max MacBook Pro的速度快质量稳定 不拉不拉不拉啊 最后还是虽然价格有点高 但考虑到长期使用 这是一笔值得的投资 我不知道你实际去说啊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啊 是非常开心的拿到这个预算的审批啊 还是被批一顿啊 这个这个咱就不好说了 但是这个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东西 我给他的评价呢 是这个人家古人说嘛 世事动名皆学问 人情恋达及文章 人情恋达这个事啊 看来不光是对写文章有用 做技术类的应用啊 也很有用啊 那么下面有一个问题 你看到我这里介绍了一系列的GPTS 可是问题在于怎么找到他们呢 现在有这么多的GPTS 良有不齐 对吧 那么我们怎么找到一些非常好用的GPTS呢 或者我想找某一类的这样的应用 我该怎么办呢 实际上在刚才你可以看到 在介绍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科研类的这个应用的时候 有一个大列表 这个列表是什么来给我做出来呢 不是一个现在的网站 而是有一个GPTS 它专门是负责来查询检索的 它的名字叫做GPTS查找 做得非常好 那么我来提问一下啊 我说帮我找翻译类的GPTS 你看这就是跟翻译相关的GPTS 给我列了13个 每一个都有它的特性介绍 不仅如此 后面还有链接 直接的可以直达 然后我说再来 我说帮我找找英语教学的GPTS 更有意思 直接给我找了24个 我看到这些之后我都愣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到现在才仅仅一周啊 一周的时间就有这么多的 各色各样的 不同特性的这样的英语教学的这个GPTS 太有意思了 我不由得发出一声感叹 我说看起来学英语真的是刚需啊 那么我们小结一下啊 现在我们看到GPTS 已经让我们眼花缭乱了 但是你也用不着急着去跟风 为什么呢 可以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我相信很快就会有什么 口碑 口碑这种东西 包括这种评价 包括大家的这各种对这些东西的喜爱程度 都会体现在相关的 不管是官方还是第三方的这样的一些评分机制上 到那个时候 你就更不容易踩坑 更有可能把有限的咱们的宝贵时间 花在那些值得咱们投入时间来使用的GPT应用上 如果你发现了非常好用的GPT 也欢迎你在留言区分享啊 咱们大家一起来讨讨论看看哪些应用现在非常值得一试 退出之前 别忘了关注我的公众号玉树之栏 点赞 关注评论加转发 我是王树逸老师 我们下次见